Rolling on with the open source community 邀請開源社群的好朋友 跟PiCast一起拍起來 今天我們要向大家介紹 PiCast台灣2023的經濟贊助商 Nescope Nescope的核心服務是提供雲端資安解決方案 協助公司部門組織管控資料與流向 推進數位轉型 讓客戶的技術投資最佳化 Nescope在全球擁有2500多個企業客戶 包含1 3的Fortune 100企業 由此可見 Nescope在市場上快速成長 並且被Garner認為是SSE領域的領導者 Nescope主要的產品是 Nescope Security Cloud安全雲 基於SSE讓所有雲端安全解決方案 彙整在同一個平台 提供更好的使用體驗 還有簡化的資安控管 使用者不論是從任何的地方和裝置 去存取雲端服務、網站、私有應用 都可以即時 而且完整的提供資訊記錄 還有威脅防護 其中包含了多項不同的資安解決方案 大家可以到官網上面去查詢 他們都可以協助企業降低威脅 以及提高使用效率 如果您正在尋找擁有國際水準的 資訊安全解決方案的話 不妨考慮Nescope的服務 如果各位聽眾正在找工作或是想要跳槽 並且熱衷於開發與維護資訊安全解決方案的話 Nescope現在正在招募的職缺包含 Staff Software Engineer Senior Software Engineer Software Development Engineer in Test Nescope的公司文化包括透明沒有政治文化 堅定客戶至上 勇於追夢還有永遠樂在其中 他們擁有非常吸引人的公司文化 機會難得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以上就是這一集的工商時間 讓我們再次感謝 PiCon台灣2023的荊棘贊助商 Nescope 你現在收聽的是PiCast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Benson 我是主持人Jojo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是要錄關於PiCon US的節目 那我們邀請到我們兩位在PiCon台灣擔任過志工的 夥伴 沒錯 然後他們今年四月份的時候呢 去PiCon US參與了這個活動 然後我們想要邀請他們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個PiCon US有什麼特別內容 那我這邊也簡單的幫大家科普一下PiCon US 那PiCon US呢 簡單來說它就是2003年的時候始於美國 它也算是整個PiCon的起源 這是從維基百科上面找到的資料 今年2023應該算是他們的第20年嗎 是21 21 對好 那首先先介紹我們之前也上過節目的TP 嗨我是TP 我現在我現在在幹嘛 我現在每天都在上班 然後 我也在上班 對 然後擔任PiCon台灣的志工 你也擔任PiCon台灣的志工 好翹喔 真的耶 欸JoJo也擔任PiCon台灣的志工耶 欸怎麼會這樣啊 哇 大家在幹嘛 那GTP呢 GTP呢 好我先不要管這個話題 那TP你現在是擔任什麼組別的志工 我現在沒有在擔任什麼組別 就是一個大渣 他是守護神 他已經化身為守護神 supervisor 守護神的意思就是 supervisor 他是各族的監督者 就是都沒有在做事 就只是站在門口這樣 就是用他銳利的雙眼盯著這些志工 你們好好幹啊 通常門口掃地都是最強的 我補充一下就是 TP有來上過我們那個PiCast的節目 那最近的一集應該就是上次在講 Airflow的那一集 好 所以如果想要對TP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可以聽我們上一次在講 Airflow這個工具的這一集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邀請另外一位我們的來賓 跟我們做一下簡單的自我介紹 GTV GTV 嗨大家 我是GTV 我是去年的註冊組組長 然後今年稍微有去溫哥華待一下 所以最近才回來台灣 哇 所以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今年就不在於擁有志工的身份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表面上的理由是這樣 對啊 你有沒有想過那個 我們有一位也在荷蘭的志工 他太強大了 原在荷蘭但還是沒有退出志工的身份 對就是雖然我我應該還算是沒有退出吧 只是就是我也會看 可是我好像比較少沒幫忙 欸 衝著這句話現在應該就是可以正式的回歸了 其實那個志工表單還是可以填一下 哈哈 沒有問題 我以為只要說一聲就會回去了 喔當然啦 我們幫你開一個special channel 這要開表單才會出現在網站上 哦 我們早鳥票還在販售鬆 還是你買早鳥票就好了 對你也可以買早鳥票就好了 好啦那我們先簡單問一下 兩位為什麼會去參加派抗US好了 為什麼會去參加派抗US嗎 我記得你是去出差嗎 順便 那是去年 哦 對就是其實我去年也有去 去年跟今年是在同一個地方 那去年主要是因為公司也是有conference活動 然後也是在美國 雖然其實兩個地方蠻遠的 但是因為就是那個S他只要辦一次 所以我就順便去了 那今年就是去看看朋友吧 所以是去年交到朋友 所以今年去看朋友嗎 其實也不太算 就是因為之前在那個社群就認識一些人 然後去年就看到了 然後今年就再去看一下這樣 因為去年之前就是很多人我都沒有看過本人 我可以再多問一點嗎 就是你剛剛說的這些朋友 他是他是一個你在Github上熟悉的臉孔還是這是什麼原因成為這樣一個友好的網友關係 對有些是Github上面那就是有些project他也會有自己的社群就是會有slack或是現在很流行用discord或是有些比較傳統就有made in list上面 對然後就會有些講話講比較多的人就是可能關注的議題比較接近嘛 可能會私下有些聊天然後想說看一下這人到底長什麼樣子 是不是也包含像是Pycon APEC的一些志工 對 APEC其實我都差不多認識了 但是就是其他地方的Pycon的就就是很多都沒有看過 就想說借這個機會去那邊跟大家實體碰碰面這樣子 看一下本人是不是長得跟照片一樣 沒有很多人我根本覺得照片都沒有看過 因為大部分人照片可能都會放一些什麼動畫 動漫 動漫是動漫不是動畫 就是像有些即使是本人其實跟那個照片上長還差蠻多 像那個Dustin Ingram他之前有來過台灣 他來過台灣之後 不是他之前是代表Google就是來這邊給個talk 看我本人就是跟照片差超級多 是是完全認不出來嗎 你看我本人之後你會可以認得出來這照片是同一個人 但是你看照片應該是沒有辦法就是跟本人連接起來 那你們在會場要怎麼相遇要怎麼相認就是 是你們有事先約好說我會去你也會去 然後到了再說你在拿我在拿 還是就真的是一個巧遇 然後覺得這個人會不會是誰 然後在那邊一直觀察 是 你說在場邊一直盯著別人喬嗎 對啊對啊 因為那個每個人都有那個名牌 所以其實不會一直盯著他看 只要看他名牌就知道是不是同一個人 就是看名字就知道了 然後就是大家會參加的talk也都是那些 然後會參加的活動可能會類似 那你在那個活動的那個場合看到那個人 大概就死人就可以就上去打招呼這樣 那我們也想問一下GTB你去參加派抗US是為什麼 那時候就是因為就剛好我那時候在溫哥華 其實也是看派抗志工的聊天 然後發現有人要去派抗US 然後我就查一下 欸死建我那時候剛好在溫哥華 然後看一下機票好像沒有很貴 因為其實大家要知道就是拍抗台灣 其實一開始有一個志工去拍抗US 參加以後覺得很棒然後分享 然後才把他帶回台灣 然後想說在台灣也辦一個 他說哇都當過了三四年志工了 是不是要來一個任主歸宗嗎 就想到學去看看 這個概念 換去見爺爺的概念 就是想說哇然後就看到 喔今年也有其他志工要來 所以又沒看過的志工 就是應該說是說以前 一起有在派抗TW合作 可是沒有見過面的志工 他要來 也要去派抗US 你說的是克爾大大嗎 對啊 欸原來你跟克爾是沒有見過面 我們兩個見面就說 哇你就是久仰大名的克爾 你就是久仰大名的群體 我說我們來個 一直高來高去的其實 沒有就是大家就想說 真的是很常聽到對方的名字 可是從來沒看過本 原來是這樣子 畢竟他都沒有在台灣 對 所以如果就是你參加派抗US的時候 沒有那個TW的志工要一起去 你還會想去嗎 還是會考慮去 因為畢竟我就是難得 已經在北美了 那個機票都在這了 那個機票的成本其實已經差蠻多 我就想說機會成本 但是在文革華那邊沒有可能 當地的Python社群 或者是加拿大有Pycon嗎 喔有耶 Pycon Canada 沒有考慮去參加 就不是那個Pycon 不一樣 喔不一樣 不是第一個 可能也不是最 它沒有那麼指標性這樣 不是最共襄勝局 因為剛剛這樣聽起來好像 就是Pycon US真的會有很多 可能很前期 各地的Pycon之工 對對對 各地Pycon之工過去 然後大家互相相 一方面也是一種朝聖的心態是嗎 有一種去賣家的感覺 對你來說 你去參加 除了見見朋友之外 你有沒有 因為你那時候去應該是 希望可以在北美找到工作嗎 算是也是去那邊結交一些人脈 跟看有沒有辦法找到當地的一些 逛逛他們的Job Fair之類的 對其實有去看他們的Job Fair 想說看他們的Job Fair的狀況是怎麼樣 他們Job Fair來說 跟台灣的感覺又有點不太一樣 喔怎麼說 欸你是不是之前負責Job Fair Job Fair 呃對 因為我之前是贊助組的人嘛 擔任了兩年這樣子 有處理過台灣這邊的Job Fair活動 但是我不是很清楚美國那邊 所以今天可以聽看看 就是我覺得他們Job Fair 比較國際嗎 他的工作不代表一定是在北美 我有一天他是找我說 你要不要去東京住住看 他說為什麼東京的工作 會再出現在這裡 對他們就是 就是他們的贊助商可能是 有一個跨國office 在東京之類的 然後就問你要不要去那邊試試看 他應該說他就是一個日本共識 然後他就直接跨過來這裡贊助 對 原來是這樣子 只是他們好像已經就是 在北美招募行之幼年了 所以他跟我聊天的是一個 加州人 可是他住在東京 還是跟我推廣東京很棒 我想說他已經快變成東京人 其實東京真的很多外 就是歐美的人在那邊工作 我剛聽到這個我算是大開眼界 我沒有想過這個方面 可是又覺得 somehow是蠻合理的 因為這樣子的可能科技相關的產業 到亞洲發展 然後可能選了亞洲的據點 可是他可能需要的人才還是 可能相關的文化背景 或是他們接受過的 不管是技術的訓練 或是在什麼樣的技術圈參與過的經驗 他們可能還是希望可以在歐美這塊招財 爭財 招財是一部分 然後再把他們通通引到這個亞洲的據點去 那你會考慮這樣子的型態嗎 我覺得不思為一個選擇 對啊 也是有 感覺蠻酷的 對確實跟台灣的job fair好像不太 因為我們都是比較local的廠商在贊助 即使是一些Microsoft 或者是Amazon這種比較大型的跨國公司 他可能就算會有job fair的職缺 可能也都是比較限於在台灣這邊 感覺好像是贊助組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 贊助組加油 加油 那我們就回去聊一下 我們想知道一下拍看US 今年有什麼特別的會議的內容 就是你們整體的參與感受 有沒有什麼覺得真的是很特別的活動 像我這邊有看到他們有一些 除了一般議程然後open space 然後job fair剛剛講的 然後閃電秀之外 這種我們台灣也有 也有的東西 然後我看到他們還有什麼charla 然後yoga 然後什麼poster session之類的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參加這種類型活動 有嗎TP你有參加這種活動嗎 charla其實是西班牙文就是閒聊的意思 但是他跟chat很像是嗎 對類似 但是這個東西其實它就是一個pycon的其中一軌 然後就全部都是西班牙文talk這樣 就有點像是可能如果pycon的客語很多 我們可能也會開出一軌這樣 對對對 尤其是就是美國本來就是那個 蠻多人講西班牙文 對西班牙文的母語的人也很多 所以就會有這樣子一個track 我就看到這個GTB現在身上就穿著一件pycon charla 然後所以我剛剛就很好奇就很想問 對那件我沒有耶 你哪來的 你那時候報名的時候他問你要不要架構 好像都來了買一點 買一點東西這樣子 所以這件跟他們大會的紀念梯是同一件嗎 感覺不是 不一樣 自己在額外買 對可是其實基底顏色跟 對都是同 就是設計風格可能差不多 對 對 我就覺得很酷耶 這個蠻有趣的 對啊 然後他剛剛那件衣服上面還有寫什麼 Souls Lake City City 鹽湖城嗎 這次pycon us辦在鹽湖城嗎 是每一次都在鹽湖城嗎 沒有耶 他們現在模式是兩年換一個地方 所以 今年是2023 所以2022跟23是在鹽湖城 然後明年就會換到 他有宣布嗎 他已經宣布了 就是他們都是在前 就是第二年結束的時候會宣布下一年的時間 2120沒有嘛 因為是線上 然後1918是在 在哪 忘了隨便啊 哈哈哈哈 Vegas嗎 我有點搞混了 我忘了是1918還是1716是在波特蘭 哦 等一下是西岸的波特蘭還是 西岸的西岸的 哦果然是有待過美國人 問一下問一下 那你們有去查這個查爾拉的議程嗎 因為你們應該都聽不懂 對我沒有 明明就聽不懂 明明就聽不懂 那你買這件衣服的時候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上面是什麼 我就是覺得哇這個東西應該 應該 那個聽眾朋友應該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他剛比了一個讚 對他用微笑跟手勢 來回應我的問題 尷尬不失禮貌的微笑跟一個讚 表示自己聽不懂 哈哈哈 就是聽不懂 可是覺得這東西很酷還是買 你们是不是采到油嘎吗 没有 没有因为那好像是 有要跟其他人吃饭 它是一个会议之后的活动 就是你在那个最后一个 session结束之后 你可以留下来 然后他就会带你做一些 我有看到照片了 做一些瑜伽 对对对 然后要自己带那个什么 好像不用 就是他就会有提供一些小道具 就是可以借你用这样子 然后其实很多 就是现在美国的conference 我想说不知道欧洲是不是这样 就是会有一些跟conference 比较无关的活动 比较交流型的活动 对对对 然后就是对身体比较好的活动 比较偏身心灵的这一块 对对对对 例如说就是什么静坐啊 或者是晨袍啊 或者是之前好像 Mindfulness 好像某一个conference 就是办在那个海边 对阿村就有成用 感觉很赞 感觉就是这几年的风潮 可是其实PyCon 台湾也有一些类似的嘛 因为这几年都线上嘛 但之前也有办过什么CT tour啊 嗯 类似的一些活动 或是音乐会 对但音乐会其实就是PyNight啦 搬在PyNight这样子 我刚刚说到的是比较 就是让人放松 然后那个疗愈的部分 我觉得我们也许也可以 也许也可以参考 感觉是蛮有趣的一个 嗯 准备的方向 对啊 对但之前就是有其他的conference 就是公司的conference 有晨袍 我是有去就是去跑步 你说你们公司的conference 对对对 就是还有晨袍 然后我就去参加一下 但是台湾比较难做的其中一点是因为 国外很多conference都是那个会场 跟住宿是一起的 嗯 所以你就晨跑结束 你就回去房间冲个澡 然后就可以来Tintalk这样子 但是如果台湾的话 可能就比较麻烦 就是会比较麻烦 我记得我们之前好像 之前还有人异想听开说 要做什么体育会 大队接力之类的 真的好像印象中了 不知道我没有记错 但类似的 然后就是好像也有讲到跑步这件事情 类似趣味竞赛吗 或者是对 或者是就是跑步 纯跑步这样 然后那时候也是讨论到说 可能大家跑完步之后 没有办法梳洗 所以后来可能也没有继续考虑这个选项 觉得还是有一些就是硬体上的限制 而且刚刚讲到那个住宿的这个规划 我们好像基本上没有再帮忙处理 来到conference的住宿这件事 你们这次也是自己安排还是大会帮忙 这次是就是我们两个是住一起的 然后住同检 然后我是从那个大会饭店合作的网站去订的 今年派康是跟那个SoulX City的 Hilton跟Mariot合作 我是订Hilton吧 Hilton一个晚上双人房是250块美金 所以算是蛮便宜的 以Hilton的标准来讲是很便宜 这五几天啊 因为他们的议程好像都是算是蛮分散 不一定是集中在两天结束的那种 对他们一主要议程其实是三天 然后之前有一些那个tutorial刚好讲 就是顺便带一些其他的活动 就是talk前面是两天还是三天的tutorial 我忘记我没有参加过 因为tutorial是要另外付钱的 然后我也没有需要tutorial 太强了我才要教你们 我没有需要tutorial 是没有这样啊 然后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talk之后 因为tutorial其实我们也有啦 就是talk之后是一个一个礼拜的 然后不是一个礼拜 五天吧 的Sprint 对他那个talk是五六日 然后一二三四五都是Sprint这样子 我怎么觉得 我真的觉得他们的活动 有点像是一个嘉年华会的感觉 怎么就是好像一整个月都在办活动的感觉 对因为我觉得这是跟他们的 Pycon US的文化比较有关系 因为Pycon US一开始就是一群写python的人 在那边取暖的取暖大会 然后他们一整年可能就只有这时候 会看得到其他写python的人 因为那时候写python 在全球大概就两百人而已这样 所以就是一个取暖大会 然后就是要留下来 大家一起嗨一下这样 就我所知就是这样子办这么长的Sprint 也只有Pycon US 连Europython都没有这样搞 那你会去参与刚刚那个Sprint 有啊就是真的是会有很多人留下来 然后就会在那边取暖这样 所以等于是你们在那边其实待了应该 可能将近一个礼拜 我们好像待超过一个礼拜吧 因为我们就是Sprint结束之后 还跑出去玩 我们差不多待了九天吧 就都住在Hilton这样 没有没有没有 我想说哇塞这个财力 就是conference结束之后 我们就去Utah的其他地方玩 那当然就不是住在那边了 对我们刚刚讲到就是我真的觉得 Pycon US这个大会的规模真的很大 因为光区他们官网就光Events里面就有超多不同的Summit 然后Talks然后还有他们刚刚讲到的Sprint的活动 还有那些比较不是技术型的东西 然后这个Education Summit我记得我们在以色列的那个来宾 之前有来上过PyCast这个节目 然后他之前也在Pycon US的Education Summit有给过Talks 对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他们怎么会有这种特别的Summit 然后感觉去看一下他们官网就发现他们有超多不同的活动分之一成这样子 蛮惊人的 我之前有忘记我问谁了 就是Summit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Summit到底是什么 就是峰会 峰会 对啊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是就是你在Pycon Summit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一定是Pycon啊里面有Summit 没有他给我回答就是Summit 其实就只是一个比较有规划的open space而已 所以其实Summit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名字 那其实Education Summit就是一群对教育有兴趣的人聚集在一起 对对对对 他们自己去promote他们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就是因为open space就是你那个会期的时候来嘛 然后就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那他们可能是就是因为对教育有兴趣的人聚比较多 他们刚好可以集成你同一个Summit 对对对 然后就可以首先预先规划说要讲什么 然后把时段稍微切一下 你就可以跟Pycon的organizer去申请说成为一个Summit 然后就可以放在官网上 那你们有印象自己参与了什么样的就是比如说特别的内容 或是你特别去了哪一个地方吗 假设你事前就知道他有超多漏洞的 那你target的是哪些东西 有吗GTB 因为我觉得TP应该没有特别target 他的目标应该就是 他的target是他的朋友 对对 然后GTB你的你的呢 嗯我就 还是你全部都要去 我没办法全都要因为他同时 像游乐人一样 对没有办法全都去因为他很多时间都是就是互相卡来卡去 嗯 我都是当下当下的时间点就开始看有哪几个就喜欢就去哪一个 就是因为他就是同个时间会有很多不同地方都有活动 你就有兴趣就一下去Drop Fair 所以有些去听会众 因为有时候就遇到一个人 然后就跟他聊天 然后聊一聊就一个下午就不见了 哦 对 刚刚说到这个 所以他是连Drop Fair的这个活动都是出现在很多天不同的时段 这样子吗 Drop Fair好像就只有一天吧 我有点忘记了 可是哦对 他们Drop Fair就聚了最后一天吧 好像是 对可是前面的话就是应该那也不算Drop Fair 因为就是他的摊位就会一直摆在那 哦所以你随时可以过去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每一个摊位的人都可以聊蛮多东西的 所以你想的话每天都是Drop Fair这样 对对对对 其实也差不多吧 因为我们之前也是就厂商会有一个摊位 然后他就整个大会期间都会摆在那里 然后Drop Fair应该就只有特定某一个时段会有一些他们可能活动 对 像他们有时候就有一些摊位会写 他们有一些时程表就他们会请谁来讲 就请他们自己内部的来讲 就有种座谈会或者什么采访 哦对请他们公司的可能技术长之类的 对对对 来分享一下他们的tax deck吗 类似 或是公司前景的东西 对啊 就我之前有跟那个现在在好像还在steering council的bread cannon 就是有在网路上讲过几句话 然后我看过他的那个大头贴 那个那个amacad 就长得跟本人不一样 对他长得跟 哈哈哈 那个avatar可能是五年十年前拍的 现在长得就是老很多 哈哈哈 你觉得你这次在派抗US啊就是待这么多天 然后你得到一些收获是什么 以job fair为例好了就是你有找到面试机会吗 或是工作机会之类的 是有被邀请到去面试 不过我觉得收获比较大的原因应该都是跟人聊天认识吧 就是像认识一个新加坡的也来参加 然后听到一个蛮有趣的是就是他马上可以当天报名自贡 还好像就报名好像去host的一场 马上当天这样子 对对很特别 这真的很酷欸 然后你聊天也不一定是了派是很多 就可能随便聊这样 对对对对 就是交交朋友 对对对对 那你们有留下一些联络的方式吗 有就是附加linked这样子 对 就也许未来也是一个不错的resource 哈哈哈也不要说resource 就是connection啦 就是你会觉得蛮特别 就是其实就不同国家的时候 嗯 你可能在拍康台湾可能比较常是用中文跟人家聊天 对 就是用英文音词在看人家聊些有趣的事情 这样 其实我们在场可能大家都算是蛮健谈的人 但是我有点好奇就是在这样的活动里面 如果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他他在这样子的活动会会也有交流的机会吗 就是我我我刚听起来有点像是我们都很主动的去跟不同的人 去做互动 那他有他有设计什么样的环节 让就是让内向的人 或是让有点害羞的人 嗯 我觉得他有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发badge的时候 他旁边会有个贴纸墙 你可以贴比如说你要你的称呼要异序 或者还有一个特别就是贴错 你是不是first第一次参加 哦你是newbie这样 对你是newbie 可是我觉得他们对第一次参加人蛮友善 因为你贴了以后 听说怎样大家经过 newbie come on come on i show you 像我们有几次吃饭 他们提供早餐嘛 我们坐在那里吃的时候就有人走过来 然后坐着可以一起加入 然后就可以跟你聊天 哦 对就是很友善 我觉得对第一次参与的人是蛮友善 因为大家知道你参与的时候 就有时候会主动跟你打话这样子 哦这个机制还不错 对啊 所以那个badge是很明显的 会被看到吗 就我们俗生的狗牌嘛 所以他上面的那贴纸 贴纸再自己贴上去 自己贴上去 然后就看有人贴好几层 他的狗牌快变两倍大 就是他贴了好几个 他为什么有那么多 比如说比如说你戏序嘛 然后是什么sponsor 或者是kino或什么 我就是一直加加加加就超常 好像有什么speaker也有 然后你有参加什么summit 有些也有 然后例如说因为之前不是疫情嘛 就是打招呼要什么方式 用握手或是 你说fistbomb 对fistbomb 或是什么他们还有什么 elbow bump 对 没错这样 然后还有个什么hug ok 就是可以爆这样 哦有一些人是 在贴纸吗 对对对 huggable 哈哈哈 随便编了一个词 那我要一个lovable 你可以做我们 你做了然后就是我们今天就可以用这样 对啊 希望我们设计组可以听到 直接escalate给设计组 这个idea 对啊我补充一下就是 因为如果你待在那个就是公共场合 就真的会很常被打化 就是一个一个feu嘛 就是那个氛围就是会大家会互相打化 所以如果你真的就累了 然后想要躲到一个地方 就是他们有提供一个叫做quiet room 的地方 就是他们就规定说这个房间里面不可以讲话 嗯 对然后你就可以进去 然后就是 好棒 用电脑 就是你社交能量用完的时候 对对对 进去充电一下 但他有他有就是稍微规范一下就是 不要在里面工作什么之类的 所以他需要那里是放松的状态 对对对对对 那可以放一只狗或是猫 在里面 那可是有人怕狗怕猫 他那里面就真的就是什么都没有 就是让你进去放松的这样 那你有使用那个地方 我有进去就是我只是进去看看而已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需要 对对对对对 你有去那里吗GTV 完全没有因为我说 他感觉社交能量还很充沛 不是不是不是 我会觉得 因为我们的旅馆里那里很近 我就是要那里面回去 我去旅馆 哦对啦 毕竟你那个时间如果你真的累 你就是不想被打扰 嗯也是 回归刚刚你们讲到就是在那边会一直被搭话 我觉得这个文化很棒欸 就是因为我觉得在台湾 虽然说在conference里面 大家好像也蛮会主动的去跟旁边的人讲话 但是听起来没有你们讲的 那么热络 这么热络 热络成这样子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两年没办实体活动 所以我印象已经有点就是淡忘了 但我印象中我们没有这么热切的互相搭话的习惯 就是你要说是因为美国人都很热情 其实也不是 我之前有听过有人说就是 美国人参加conference都是去social啊 然后台湾人都是去上课那种感觉 但是我感觉其实也没有 就是去PiCon US 去之前要先那个记说自己要听哪个talk 然后去就狂听talk 从头听到尾的人也是很多 嗯 对跟台湾一样也是很多 但是没有在听talk的人 会出去跟别人聊天 然后就是互相到处搭话 所以就是遇到很多人搭话不见得是 会跟你搭话的人很多 是那个搭话的人搭了很多人 哦 也是有可能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化是就是 就是我们这些已经参加过很多次conference的人 就是要去推的事情 就是对 比如说我 假设我们今年大会 我们这些 你们这些有去外面混过羊墨水的人 对对对 就要把这文化 就是感觉PiCon US 它是一个更为国际化的conference 就是它的会众组成 比来参加PiCon Taiwan的组成更多元一点 所以一方面也让这个大会的参与者 会认为说 他在这里好像有机会可以认识到 更多世界各地的会众 有点像是我们出国就会觉得 哦 如果出国到了一个青年旅馆好了 就住在那种hostile的 你就会预期你就要跟人家讲 对我的预期 那如果我今天住Hilton 我就是我就是跟我朋友就好 所以PiCon Taiwan可能也会觉得 哦就是大家都是住在台北的工程师 然后可能感觉比较没有那么特别 会想要一直去跟你搭话 你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这样 有可能 对啊 然后我觉得就是去国外的时候 我们会因为就是他跟你不同国嘛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好像我讲什么 都对他都很新鲜 他讲什么对我都很新鲜 然后我跟一些台湾人聊天的时候 就会遇到说你在跟 哦就上班啊 然后哈哈哈哈 在干嘛哦 就要突然冷下来 对就是 因为我的日常跟你的日常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大家在聊天的时候 可以不需要预设立场 说他跟我做的是一样 你就讲一些你平常做的事情 你搞不好他跟你做的就不一样了 嗯 对啊 确实 哎那所以我们两位受访者在 派抗US里面有遇到很多台湾人或是亚洲人吗 我觉得没有到很多 不过还是多少会有 那是你们的batch上面有写国籍 还是都是用聊天才会发现对方是什么 亚洲人的话 看脸都知道 看脸都知道 对 所以就是 可是我觉得上面印国籍感觉会有问题 没有印国籍 但是有些就是像那个 因为我们那个派抗APEC 有在那个那边摆一个摊位 就是community booth 然后我们有 下面会放国籍 不是就是有帖子 然后我们很多人就把那贴在batch上面 哦 那他的帖子是什么 不是啊就是APEC 哦APEC 哦所以就是你是亚太地区的 对对对对对 原来是这样子 然后我记得就是我们APEC就是 那个日本人带一盒国籍的 该不会是那个Nikki吗 不是是谁啊 反正就是那个派抗Japan的organizer 对他就带纸 然后带一本交情组合做纸盒 所以大家就用自己的国籍做这个纸盒 Origami这样 对的Origami 哇很可爱 Origami Open Space这样 对 好棒哦 而且那应该不会花很久的时间 没有啊其实折纸盒还蛮难 哦真的 对 不熟练真的 很多人都折不完 那就是你们观察到参加派抗US的会众啊 因为你们也认识蛮多当地的人嘛 会众应该有吧 就聊聊天 大概会知道他是来自哪里 因为聊天应该第一个就会问你是 where you come from 嗯对啊 所以你们觉得美国人跟非美国人比例是怎么样 还是没有特别的感觉 我觉得不是美国人蛮多 我说不上比例 但是不是美国人的人蛮多的 哦就是你感觉到蛮多是各国来的 对对对对 其实从美国也是大辈子 那要过海关的 那过移民数的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 就是承接前一个话题就是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爱聊天 就是美国太大 你光是从一个省到另外一个省就觉得 你已经到新的国家 所以很多人也没去过 所以大家就是全部过来 发现就是你在哪个省 那省大家都不一样 然后就聊起来 因为每个省大家说 哦我也没去过那地方 可能就是如果在台湾 太难我去过啊 台湾我去过啊 台湾我去过这样子 可是聊起来就是 有时候他们聊天起来 就会觉得他们讲的话 已经天差地诶 完全不一样 确实会有这种新鲜感的 对 哇好棒哦 我其实觉得在拍抗台湾 也是可以创造这种新鲜感的 只是我们可能要更有技巧一点 让我们可能互相交流的对话 可以更多角度 而不是就是很自视的那样子 而且我觉得就是 亚洲人 台湾人比较偏向害羞 嗯 可是通常你出国都觉得 我都出国了 谁还认识我才敢讲 哦 可是如果你在台湾 没有退回去那一层皮的话 你会觉得 嗯 嗯 还是有点害羞的叫 就工作啊 对就工作啊 其实你有很多东西想讲 可是你就嗯 工作啊 就没有讲出来 就没有讲出来 心理话都讲不出来 对对对对 说不出嘴 那我们就从GTP做起 欸为什么说 因为你是吃过羊墨水的啊 那TP应该吃的比我还多 然后我们这边这个 对对对对对 我们目前有三位都是吃过羊墨水 就是那我想要问一下 两位就是这次参与快抗US 跟你原本日期会发生的事 或是会体验到的事情 跟你实际上感受到了 有没有一些很意外 或是有落差的事情 然后再来就是你会不会推荐 其他人也去参与这样子的活动 我其实有一件事就是我完全没预料到 就是他们的食物分好细喔 食物吗 对 你说什么还有腹脊 对 什么是无腹脊 但是我第一次看到 这什么东西 嗯 所以我想再说一件事 我们真的没办法喜欢美国的食物 我觉得大会食物来说 平行人论 我觉得排康TW准备都很好吃 真的喔 就算他已经有很多种食物了 但每一种你都吃 还是吃不习惯 他有非常多不好吃的食物 哈哈哈 没有应该是说 现在美国很多饮食习惯分很细 就包含说你可能有乳糖不耐 对 你就不能吃什么 对 然后有些人是不能吃肤脂 然后我之前还看过一些 就是stand up comedy 然后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就觉得说 欸美国人好像很多东西都不能吃 那就是其实台湾也是很多人不能吃 但是他们就是要靠自己去 去发生 对对对对 其实他们这个算是很细心了 主办方算是很细心的在帮大家区分 因为其实真的很多人是很多东西不能吃 对 那台湾可能就大家自己想办法 对 但是我真的要说就是全部都不好吃 对 就是吃一吃 好想念台湾的食物 你们可以稍微举例说他提供什么食物吗 汉堡薯条啊 汉堡薯条啊 汉堡薯条为什么不好吃 汉堡薯条已经算好吃的 但是汉堡薯条已经算是比较好吃的 热狗 没有 这种东西能难吃到哪里去 卡口 三明治 三明治不好吃 而且不是 不是那三明治里面就是蛋 然后木树牙 然后生菜 然后这样 这东西没有到不好吃 但是就是你每天整吃这个 他午餐就只有这个可以吃 你觉得你变成只牛这样 吃菜我是没有什么问题啊 重点是他也没有很好吃 那他没有提供牛排之类的吗 当然是没有啊 我就觉得很不美国啊 抱歉 我想问拍抗US的票价大概多少钱 换算台币 忘记了耶 400美吗 是吗 400美喔 嗯 应该是400还是500美 400美耶 那也很多耶 那他应该要提供牛排啊 对啊 好像应该要 等下400美是几天的 因为你们刚刚说有些东西要另外付 就是TALK 然后Spring随便就是免费的吗 对 对 这样子也有四五天吧 对啊 对 一天一百美的感觉 对啊 可是像Spring后面是五天 其实也没有每天都有人去啊 我们也没有参加到最后 你会发现Spring就是从第一天人最多看瑞检 到最后一天可能就人是很少 可以想象 所以呃 可能推荐去参加拍抗US 但是建议自卖便当 但是要自卖食物这样 但是要自卖食物这样 或者是你就是忍耐一下 你可以外面吃一次 那对 而且如果你要自卖便当 除非你从台湾带过去 不然你在外面买的东西也是没话 也是不好吃 糟糕耶 也不一定不好吃啊 在外面买一次可以吃到好吃 可是你可能会觉得你的荷包有点痛 哦对了也是 所以那你们会呃 你们会想要再去呃 你应该会嘛 但是GTB你会想再去参加第二次吗 我觉得会有可能会想再去参加的感觉 会有会有觉得哦 还蛮好玩的 就是好玩觉得以后可以再去参加一次 那想问你们会以后想要带团去吗 就是可能带APAC的朋友 或是带TW的朋友去 我觉得我是被带去的 你第一次是被带去啊 之后你是不是可以变成前辈了 没有这么快啊 哈哈哈哈 我觉得带团就有点 就是也没什么好带的就是 鼓励大家去的 我会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 应该说有没有人出来揪团说 诶我今天要去拍抗US 有没有人要一起来 这样子 有啊今年课有揪啊 没有人理他 对啊 有啊最后有一个人理他 哈哈 这样也很不错了 GTB嘛 我其实听到TVG 想说去看一下 对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课团要来 我其实想要另外问一个问题 甚至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能不能问 但是 没关系我先问出来 就是我想要问 Pycon US 今年的状况 跟 就是可能他举办的盛大兴 或是大家参与度 跟以往有没有落差 然后我会这样问是因为 感觉就是整个Python 或是科技业 其实像最近 听说都是寒冬的状态 嗯 所以到底有没有在 在这种conference里面 实际感受到这种差别 就是往年要分两个 一个是去年 跟去年之前 嗯 就是疫情之前 跟去年比今年比较大 今年大概是去年的两倍 对 那所以你要说寒冬吗 我觉得是有 就是 惠众比较感觉不出来 因为惠众就是去那边很开心的 但是就是赞助上有一点感觉 就是 赞助的 氛围没有那么 这个都没有那种 大家都在抢人的那种感觉 哦 你说连他们 就是他们 没有那么在招募人的动机 就是当然他们 还是有在招募人 但是可以感觉到 或者是不是赞助商的人 就是没有说去 就是哎我们就是有在找人来 要不要来 这样子 就比较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路过的人 他都会直接把你拉去问你要不要 对对对对对 考虑我们的工作机会 对啊 所以以前是比较 会有 对 如果这样讲 确实发现就是 他们有摊位 可是他们有摊位 不代表我们在找人 他们有些是摊位做产品展示 嗯 对可是就是 就你可能去问一下 你们现在没有job offer 就是你们有主动问 他们主要都是介绍产品而已 也没有说要找人 对 大部分想说我们产品怎么样 就像这样子 所以比较不适宜 就是找人为目的的感觉 嗯 了解 听起来 确实好像还是一个蛮寒冬的状态 对啊我自己身边一些 在国外 读书的朋友好像也 比较不容易在当地找到工作 对啊 确实是有 今年确实真的比较困难一点 嗯 那你们有感受到 像现在今年通膨应该蛮严重 然后有感受到 呃你们这个体验吗 有啊 刚就就有讲说吃一餐要十几块 现在十几块吃不到什么东西 真的假的 十几块只能吃薯条 对 现在十几块大概只能吃一个汉堡 你还买不到薯条 太少了吧 还要加点这样 我原本想说十几块是小费的钱 等一下 有这么贵吗 我我吓到欸 他们那里的就是 连小费的趴数都快涨到20% 现在钱就是 对小费也在涨 对 所以你们有自己煮吗 这段期间 没有 无法 就还是吃完 我们没有厨房 这Hilton欸 Hilton要出手 会不会赶出去 欸那么贵的房价还不付个厨房 有啊 你要叫他住 那个房费后面再加一个零就有厨房 加一个零应该就是去外面吃应该都够了吧 对啊 我想要来问一些 Kurt这边丢出来的问题 好啊好啊 对啊 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 另外一个跟他们一起同行的伙伴 叫做Kurt 然后他也来上过我们节目两次 他有留一些问题想要给这两位朋友 哈哈哈 然后我就挑几题问这样子 那你们有觉得整体听今年的议程 你们有大概听下来觉得 今年大半大家都在讲什么主题吗 我觉得还蛮多元的欸 其实我觉得HiconOS本身就是因为很大 所以什么都有讲 对 我跟这样比达神科是有一场是 好像是印度来的 然后他在讲用Python去做一些犯罪追踪 所以我记得最后结束有一个 好像是检察官的人在问他 要怎么应用到像美国吧这样子 哇好酷喔 所以他是美国的检察官 我不确定 我也没有确定他是哪里来的 哇好不一样喔 好不一样 因为他连参与者会众都很多元欸 对对对对 很多元欸 不是工程师 对 也会去听这种议程 对 蛮厉害的 蛮厉害的 那你自己都听什么议程 都听啊就是 看有什么 觉得有趣就去 有趣就去听 那你对什么有兴趣 像好像有一个是在讲Python新的那个平行运算 哎呦哦 也有这个就很好奇就来听 然后就像那个 你想说这个是在讲Python新功能 然后下一个就跑去听那个犯罪追踪 怎么两个差很多 就我也没有特别挑个题目 就这一行这时间点看哪个比较有趣 就去看哪一个 刚刚有说到就是听完talk 会有一个提问交流阶段 他是及时的我就是提问者就也拿到一个麦克风问人家 还是这种网路上收集的问卷 应该是底下的人直接发问 对Python是很传统的 就是他们是直接就是麦克风发问 他们的模式是你要走到 中间有一个麦克风 中间有一个麦克风 然后在那个麦克风 发问的门槛很高 对对对对对 在那个麦克风后面排队这样 哦要排队 就因为有很多人要问嘛 所以是一次问完大概十个问题 没有没有 你大概只 你问到第二个问题就开始被虚了 差不多 对对对对 因为我记得 我记得之前实体的也是 四次D麦克风下去了 但好像也都问一两个问题就差不多 对啊 而且有时间 因为还有下一场这样 所以不能问太久 居然会被虚哦 哇好扯哦 那应该是没有人被虚 应该就是一个理解 如果你真的有人这样做的话 应该会被敢下 大家就会觉得说你不要霸占太久 因为还有下一个人的时间 那TP人你有听艺成吗 还是说你就真的是去见朋友 我有听一两个艺成啊 但是就是参加很多次 人有时候会被问说 都在参加什么艺成 所以我们有发明一个名词 叫做我们都听wholeway track 就是在大厅的track 在走廊上吧 这个感觉很不错 这个蛮不错的 那我也想问 因为后来两位是有去参加Sprint 有 有 那他们的Sprint方式 或是那个 因为Sprint比较多协作跟实作的部分 会跟台湾有什么体感上的差异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对啊 就是会有 Sprint就是一起做专案 对啊 就是会有一个那个project的maintainer 就是主持人在那边带 然后让大家来上手这样 那所以你们都是跳到新的坑里面去 还是是一些你们早就知道的project 嗯 我是第一次见到那个坑 就是我就觉得他们的流程做得很完善 就是你进来他们先发一张小纸条 告诉你说 怎么前面不知道怎么样 然后你是第一次的话有哪些 他们还有把问题 就是他们把issue归例为 第一次就可以处理 跟你要怎么样处理 可能第一次可以处理就是一些文件修改 就是开头啊 就可以发个PR的那种 哦 然后有些大部分他们就是第一次 等一下他这么用心 还把这些issue就整理出来 对对对 还有分level 对还有分level issue还有分level 听起来很像我们上次去攀岩场 他就有不同的路线 新手的就是处理这些 那他很用心欸 对啊 帮不容等级的就是参与者都可以归类 让他们有他们可以做的事情 对 所以不同的人去到这个专案都可以找到他们要做的事 而且其实他也不一定是开发 就是他有一些像是想让你知道怎么用 因为你可能连用都没用过 他后来就是教你怎么用 所以也是他自己的推广 对对一直推广 然后你就可能 哦他可以让你花一两个小时去摸他的东西 哦为什么要创造这个 这个可以用起来怎么样 嗯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看你要不要贡献 他其实也没有说抢迫你说一定要开发什么 这样就是你可以来参与我们这个社群这样 哦用用看 对很好用的不用花钱 用用看选选看最后就是你要不要贡献 对 好那你有因此觉得就是真的要跳柯某一个东西吗 以后远端的也可以就是贡献 嗯目前还没有就是是有趣觉得很好玩 可是就好像有点异 哦你说他们真正在做什么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那时候用的是 毕竟毕竟每个专案他都有他很核心想要处理的问题 如果你自己对那个问题不是很有感 对你可能也很难体会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专案 嗯对啊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你要先 你要先体认到这件事情 然后技术面的东西可能是另外一部分 像你可能会想使用可是不代表你会想开发 嗯对就是他会变成两面的事情 他所以他有时候算是吸引你享用它 那要不要想要开发它是另外一层次的问题 嗯了解 嗯了解那想问一下 呃你有没有什么后悔没有在Pycon US做的事情 还是你就是觉得你已经收获太多了 啊我有一个就是刚刚那个其他活动也跟没有讲到的是 就是就是那个PyLadies有办一个募款餐会 嗯在Pycon US 嗯就是有一天的晚上 嗯一个募款餐会 然后那个餐会里面就有那个义卖 嗯就是会把很多东西拍卖出去嘛 然后就是所有的拍卖 然后就会获得钱捐给那个PyLadies这样子 嗯那有一件事 嗯不好意思插题 PyLadies它也是有分各个国家 因为我知道PyLadies也有Japan嘛 对对对它就有点像 对台湾也有类似的 所以那是PyLadies的US 那就是整体PyLadies 就整个PyLadies 我之前去的时候 因为这是我第二次去那个募款餐会 对就是我上次去的时候我就想说 我下次一定要带点什么台湾的东西去义卖 结果今年还是忘记了 忘记了 哦所以我这样才能听懂 所以你说的那个义卖会 其实是所有人都可以捐一点东西 对对对 然后最后的那个收益是给PyLadies 对好有趣哦 那你原本想带什么 我没有想就是特定要带 例如说带那个有一年 茶叶 不是就有一年我们不是有做那个玻璃杯吗 哦 你说那酒杯 哎我觉得好像可以 嗯 那还不错 对啊 哦那你下次要记得 对下次多一起 他每一年都有吗 他应该每一年都会办 嗯 对多一点人去 就会多一点人记得了 哦好 好至少GTB现在记得了 哈哈哈 那GTB你有想到你后悔的事情吗 没有做的事情 我觉得有一些就是 或是你觉得你下一次再去参加的时候 你可以先准备好的事情 对 我觉得最可惜的应该是 好像有一次 早上有一刻我睡过头 对 就是有想听的议程然后睡过头 那你下次要带闹钟 哎我想问 所以参加PyCon US是一个容易熬夜的行程吗 他会一直就是high到晚上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搭飞机过去 然后有时差所以很累 他时差的量 我时差最短 对耶 汪哥滑去 太好啊 那你怎么可以睡过头 没有我回答刚好问题 确实对 可有很多晚上的活动 对 就是那个赞助商或者是 其实反正就会出去喝酒什么的 嗯 对可以玩的很晚 你也可以马上回家 没有问题 那你也可以喝酒感觉很赞 应该是不能玩到通 玩到通宵可能要你当主旧就可以 这样 我就觉得应该是就是太 因为我记得第一天晚上是AWS 对 包了一个酒吧 哇 然后还里面提供食物 我觉得后悔的是 在里面怎样 里面有提供一些食物 可是他们提供免费食物 比我们在外面买 花二十几块的东西还要好吃 我觉得还有干嘛花这个钱 我这些幸运里面去吃 你后悔自己花钱买食物 对我直接找这些幸运吃就好 我不知道里面有提供餐厅 所以下次要先调查 我觉得我今天听下来 我觉得GTB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食物 不好吃 两位都觉得很难吃 我觉得美国食物不好吃 应该是普世共识吧 连美国人自己都这样觉得 我之前有 我之前有跟一个那个organizer聊天 我忘记是谁了 然后就是我跟他说 就是这东西真的不是很好吃 然后他就给我一个脸就是 就是我也知道 他就说你期待什么呢 他就说你期待什么呢 what do you think what do you expect what do you expect 我们就是这样 不过我们有吃到好吃的 你要给他一些 给他一些credit 对他们尽力了 努力了 对希望他们之后可以进步 好啊 那今天其实很感谢两位受访者 TPE还有GTB 来到我们节目 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个很丰富的 这个PiCon US旅程 尤其我跟Benson 我们这两个主持人 是没有参与过PiCon US的 所以听到什么都觉得非常新鲜 对 对啊 那其实我们今天这样子 希望带给所有的听众 就是有一点点了解的其他国家 尤其是PiCon US 是一个创始PiCon的这个活动嘛 那他们在做什么 那大家也很鼓励 就是未来通通都可以去这样的活动 渐渐就是不一样的玩法 这样子 嗯 没错 那就感谢两位来宾来参与我们今天的分享 嗯 那我们就下次PiCast见咯 拜拜 大家拜拜